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三十而已是真的爆了 不仅争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一齐绝成 热搜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上 难得的是接近4万人打分 口碑也没崩 这样一部叫好要叫做的女性群像剧 自然也就让三位本来不温不火的女主红出了圈 尤其是饰演顾佳的童瑶 凭借着顾学绿茶圈了一大部分 但其实凭借着顾佳这个角色出圈之前 还在演戏这条路上 童瑶跟她的同班同学比 可以说是混得相当不怎么样 1985年出生的童瑶 毕业于中系02级 也就是06届的表演本科班 他们班也跟这个中系96级一样 有着明星班之称 要知道童瑶当时可是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的中系 2002年凭借着 林海雪原出道至今 也有18年的时间了 但她之前比较出圈的角色却只有两个 一个是如意传里边 乃兄乃兄的高熙悦 另一个就是大江大河里的白月光平平 人长得还不错 演技也不差 童瑶为什么出道18年都不红 不少人猜测这一切都跟那件事有关 没错就是2003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童瑶事件 又称张默打人事件 看到张默这个名字出现 相信宝贝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吧 作为老戏骨张国立的儿子 张默开车不挂车牌屡次吸毒 在童瑶出现以前 她绝对是坑爹派的代表人物 而殴打童瑶 就是张默这个新二代被爆的第一桩丑闻 在当年这件事众说风云 先后是经历了几次反转 放到现在绝对或是连上一个月热搜的节奏 下面就带宝贝们一起去扒一下这个陈年大瓜吧 2013年底 媒体报道了张默殴打童孝女生童瑶的消息 消息一出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张默为什么会打童瑶呢 最开始传出的版本就是 张默想追求童瑶 遭到了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对童瑶拳打脚踢 很快记者联系上了双方家长 张国立的态度嘛 再就是一边道歉一杯个儿子擦屁股了 但是张国立有意无意的说出来了 不管是什么关系 却暴露了童瑶和张默正在谈恋爱的事实 当时童瑶在中戏表演戏读大二 童瑶在中戏表演戏读大三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据童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 当年的6月份 童瑶在昆明 也就是童瑶老家拍戏 因为剧组的摄影师 跟他上一部戏的摄影师是同一个人 他去剧组玩的时候认识了童瑶 10月份童瑶提出了要跟童瑶谈朋友 童瑶就半推半就也就答应了 后来童瑶因为性格不合提出了跟童瑶分手 童瑶却一直不同意 没想到在一起仅仅两个月时间 童瑶就被童瑶打了 童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描述了当时的全过程 光看这些文字啊 费姐都觉得哎呦哪哪都疼 虽然不少报道里称 童瑶受的是轻伤 但是费姐看了当年的照片 只能说打得还真不轻 童瑶妈妈还向记者出示了医疗诊断书 脸皮下沉出血听着都很疼 据童瑶说啊 童瑶的暴力行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除了砸东西打人以外 童瑶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呢 如果你敢跟我分手 我就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我要让你恨我怕我 这都是现实版的安家和吗 没有想到正当大家纷纷指责童瑶的时候 事情却出现了反转 不少媒体开始报道 童瑶打人的背后是另有引擎的 所谓支持NN爆料说 童瑶之所以会对童瑶大打出手 是因为童瑶出轨了一名中系老师 童瑶觉得自己的面子上挂不住 很快媒体就爆出了知情人士 口中了这位中系老师黄定宇 事发的时候 黄定宇47岁是中系表演系主任 硕士生导师 他的学生里不乏如今的影帝影后 由于黄定宇的形象不错 在老师里又比较年轻 据说很讨女孩子喜欢 而童瑶之所以被传和黄定宇有特殊关系 就是因为咱们文章开头提到了 他在大一那一年接拍的林海雪原 据说中系规定 学生在大二之前不能接戏 因为会影响学业 而童瑶之所以能够在大一就外出拍戏 就是因为黄定宇 据当年进行了现场采访的记者表示 关于大一学生不能接戏的说法 中系的学生也是众说纷纭的 费姐去查查查中系02级表演系同学的履历 发现好像确实除了童瑶以外 并没有其他人是大一就开始接戏的 对此童瑶的解释是 当时是万科影视的人找到的自己 因为拍戏是在寒假并不会影响学业 所以身为系主任的黄定宇才答应了 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万科的人 在负责跟黄定宇沟通交涉 很快又有记者表示 自己采访到了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 黄定宇 在这篇所谓的根据采访写成的稿件里 记者会社会社的讲述了 黄定宇文讯如何 勃然大怒 说了什么来驳斥饶言 甚至表示要状告诽谤者 让大家以为黄定宇和童瑶终于洗清了嫌疑的时候 没想到事情又发生了反转 黄定宇表示 那篇之前深深采访了自己的新闻报道 是假的 自己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那位记者的采访 这就有点大人寻味了 既然黄定宇已经接受了采访 还避养了之前的假报道 那为什么不趁机澄清一下 自己和童瑶的关系呢 费姐翻看了17年前 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全部报道 除了已经被黄定宇打假了那个以外 真的就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一个 他否认这件事情的报道了 正到大家还在猜测这件事情的内情的时候 很快事情又反转了 童瑶一家竟然接受张默一家的道歉 但即便如此 张默还是被中系勒令退学了 而张默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表示 这个处理结果是因为中系演示真相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中系勒令张默退学后一周 事件的另外一位男主黄定宇 又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而且这一拘留就是一个月 中间还跨了一个春节 据说黄定宇在拘留期间每天都会被提审 关于黄定宇被拘留的原因 一直都是有三个版本 远媒体说是因为中系的内部斗争 有媒体就说是因为经济问题 当然了 因为黄定宇被拘留 和张默大人事件实际上的连贯性 更多人相信的版本就是 黄定宇涉嫌强奸 部分媒体的报道当中 甚至直接称 指控黄定宇强奸的就是童瑶 但是因为没法证实到底是强奸还瞬间 最后黄定宇被取保候审 当年警察叔叔都没法核实的事情 如今咱们今天想要如果分辨出个是非来 那可能是不现实的 但整件事看下来不难发现 从张默打人到黄定宇被控强奸 简直是一出罗生门 作为事情起因的临海雪原剧组表示 选童瑶饰演白如一绝 完全就是因为核实 根本就不存在潜规则 但是张国立和张默两夫子 从始至终都在暗示张默打人另有隐情 而童瑶虽然在事发之初 否认了事情和黄定宇有关 但在屡次被媒体报道 他指控黄定宇强奸之时 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者是澄清 而事件的另一位男主角黄定宇 也是三件机扣 被取保候审之后 也没有再出现过在中系的讲台之上 这么看下来是不是觉得 有问题的更可能是童瑶和黄定宇呢 但是别忘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我是说可能性 童瑶和黄定宇的发言 是当年都没有报道出来 而跟离开中系讲台 却依然有事忙的黄定宇比 跟被退学却不断接戏的张默比 不难发现 事事的三位主角童瑶的结局显然更惨 但今天费姐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 但有不少人觉得整件事 看起来觉得最恶心的是童瑶 原因是她当庭反水 有一说一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费姐并未发现 有任何报道明确指出 当年童瑶指控了黄定宇 童瑶指控黄定宇这个说法 都出现在了有关人员告诉记者 知情人士爆料后面 真行事嘛 大家自己判断吧 而且黄定宇当时虽然被拘留了 但是最后并未被批捕 所以根本就没上法庭 又何来当庭反水 一说呢 猜测当年之所以会有 童瑶当庭反水这个饶言 就是因为有个别的媒体 在ZCY做出不予批捕黄定宇的决定之前的一天 发了一个这样的个报道 大家留意看 报道的原文是很可能 而且只有一家媒体做出了这样的报道 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 当年的是是非非已经不可靠 但这件事看下来 菲姐认为 童瑶性会入黄定宇的可能性 微乎几微 如果想拿林海雪原这部剧里的角色 如果想大一就出去拍戏 身为张默女友的童瑶 去找张默帮忙摆平 岂不是更为方便吗 至于是不是强奸 菲姐认为可能性也很非常少 如果是强奸的话 那么童瑶大可以在被打以后 向媒体说出实情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 当年童瑶不敢说出实情 是不想得罪身为系主任的黄定宇呢 但张默父子都敢一再的暗示 有隐情 如果童瑶这么懂得权衡利弊的话 大可以顺水推舟呀 交到张默父子阵营 千万不至于说两头不讨好吧 只能说啊 当年的童瑶还是太年轻了 至于黄定宇后来 再也没有返回中戏讲他的原因 上面说了三种可能性 拍出掉其中一个以后 那剩下就是两个了 大家就自己猜测吧 菲姐我还是保密要紧 今天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 当初中的只想要给宝贝们吃个陈年旧瓜 说我是洗白的杠金 可以不用留言了 懒得回复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 菲姐发现了当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采访 记者问张默 你有什么想对童瑶说的吗 张默的回答是 我希望他能开朗快乐顺利 我知道他现在很难 今后会更难 如今张默因为自己作死 已经六年没有作品问世 而童瑶却凭借着三十而已一夜暴红 只能说这是风水轮流转呀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